看到中国全劲都在拼经济 而国际最担心的是 中国有没有可能供应俄罗斯军武 中俄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本来就很近 最近是明显动作要越走越近 中国最高阶的外交官员王毅 正在俄罗斯访问 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说可能在4月到5月初之间 亲自到莫斯科一趟 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而习近平访俄的目的是 重申不要动用核武 而且他试图呢 推动多边和谈 用习近平自己的角色来结束战争 中方希望用更积极的态度来促谈 这样可以降低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 另外一方面借机打破美国所建构的 高科技围堵的地缘格局 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二宣告暂停旅行限制核武条约 恐将变相为乌尔战场 开启更血腥的战斗之际 中国大陆最高阶外交官员王毅 大喇喇地在莫斯科与普京亲信会谈 并重申中俄关系 王毅还喊话要与俄方联手合作 建制美国的意味十足 而俄方更毫不避讳地喊出 两国应该团结一致对抗西方 除了王毅可能与普京会面外 还有更大咖的人物要亲自走访莫斯科 消息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计划春季访问俄罗斯 背后总统普京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 尽管习近平访俄行程还在初步规划阶段 但最可能的时间点是四月或五月初 这个时间点不但是俄罗斯所谓的 为国战争胜利 也就是二战德军投降七十八周年纪念 北京方面也赶好进入一年度 全国两会闭幕后的小空窗 分析认为习近平这趟俄国访问 将重申切勿动用核武的立场 并尝试推动多边和谈 以结束乌俄战事 而北京当局之所以改变过去 对乌俄战局只动嘴皮不动手的消极态度 以更积极行动尝试推进和谈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降低西方世界 对北京越来越大的不信任感 以及抗衡由美国所领导 在安全与高科技领域逐渐成型的地缘政治格局 事实早已撕下了美国和平捍卫者的假面具 暴露了其唯恐天下不乱的真面目 各方尤其是大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为劝和促谈创造条件 而不应火上浇油 更不能趁机牟利 然而过去一整年来 北京当局眼睁睁看着俄罗斯炮火 在乌克兰土地上疯狂收割人民 却始终拒绝谴责莫斯科侵略 不但不参与对俄方的制裁 还趁机大肆采购俄罗斯能源 去年向俄罗斯购买的 液化天然气就翻倍成长 中俄贸易额更达到创纪录的 一千九百亿美元 除了透过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 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也持续增温 北京当局甚至向俄方提供 半导体晶片等先进技术与产品 相关产品有可能被使用在军事上 有鉴于此各国对北京当局 当前积极扮演和事老 多半抱持怀疑态度 甚至认为中方可能另有所图 我们看到没有印象 那麽法治 乌兰党为华兰党 我们也更加热心 那中国可能会想 为俄产的战争抑制 中国是一位安全法 是一位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而是一位国家的国家 当然是一位国家的国家 也认为中国也认为 就连上周曾在慕尼亚安全会议场边 与王毅会谈的乌克兰外长 也没办法对中方所声称的 和平方案有太大期待 对北京来说 最不愿意见到的恐怕就是 俄罗斯在战争中惨败 导致普京垮台 解体的俄罗斯 甚至可能成为一个 亲近美国的存在 然而北京若全力拯救普京与俄罗斯 又会让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崩溃 严重打击经济与发展 因此如何找到平衡 或尽可能的各取所需 成为习近平眼前最大的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导